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有人提问题说 昨天所讲的除夕若夕 一刹那要不要注意延长时间 刚才讲到逻辑的问题 思想的科学 你这个问题没有写清楚 你写的是除夕若夕哪一刹那 要不要注意延长时间 你问的是除夕的时候 若夕的时候 怀在不出不入的时候 哪个习的正改是不是要延长 所以要说逻辑 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只过我们一般的除夕若夕 不要故意练它 那别想练气功了 那是很粗的 我们让父母意思 婴儿在两胎里头没有呼吸 婴儿的呼吸不需要 是靠妈妈的期待 是靠妈妈的期待 通过到我们度取得了 自然吸收往来 换句话 这个正改 就是习的正改 等待 等到婴儿一出两胎 那个黄医师拿个剪刀 啪啦 把期待一剪断了 第一个傅士的动作 把婴儿嘴巴里很僵的 那一坨都挖出来 要挖得干净哦 这生的傅士一点不干净啊 这个期待一剪断了以后 婴儿嘴里一挖的啊 第一声哭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咽下去 才开始鼻子复吸了 要懂这个 所以真正叫习 你不用鼻子复吸 那个自然拧定 那个该断的匯复到一会 哪个真正 那你要问 延长不延长 我不这样了 哎呀 你们也不说 我那个闽南语也说不好 我不知道 知道 告诉你 如果你在哪个不复不喜的正盖里头 一定一年万年万年一年 整个的地球翻了 你都还在正中了 眼上不眼上你看吧 但是那还不是复发到焦 是初步的一点点而已 可是初步一点点大家就做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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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